啊,今天讲一下我们的世界首富贝索斯啊,他那个,呃,就是他爆出来的一个,那应该是今年年初吧,呃,上半年的一个大新闻,对吧,他就宣布跟他已经结婚25年的老婆离婚了,对吧,那,现在,呃,大家其实也看得出来,就是说他到,呃,现在今年吧,反正做了些很多,就是以前没有做过的事,就是,呃,首先是离婚,然后呢,又是新的那个, 啊,跟贝切斯在一起,比如海边度假啊,对吧,啊,包括最近亚马的演唱会,他也请了水果姐,然后自己人也出来了啊,就是以前他可能不太会做这些事,那现在感觉他就是跟,呃,他这个,呃,新的,新的女朋友在一起吧,反正也是感觉他个人也挺幸福的,对吧,那么我们回顾一下,对吧,这个文章写的比较,呃,接近,呃,比较清楚的啊,就他以前的历史啊,就是这个桑切斯呢,是比我们贝索斯是, 啊,小五岁,对吧,而且,呃,他自己本身是个,呃,就是,也是富人吧,就有三亿的身家,对吧,有豪宅在Beverly Hill过着,对吧,以前呢,是跟那个,呃,橄榄球星也是结婚的,有孩子,对吧, 那么他们这个富人,也就是富人之间的交流,就,就,呃,就是他们这个阶层吧,反正就是,呃,也容易碰到,其实就是像他们在party上,就Jell Bezos跟他就认识了嘛,对吧,当时怎么认识的,像这种,我们,像我们这种,老百姓可能也就接触不到这样的上,上流社会了,就是说,是吧, 所以说,他本身自己是一个Fox的,好像是主持人,对吧,自己也是,就是有,呃,有不错的收入的,就这么说, 那么,那么,那么应该,按照这个爆料是说,那个贝,贝索斯应该是追他的啊,然后两,两个人好了,好了以后呢,就是,跟那个,就是他的前妻现在就离婚了啊,啊,是这样的,那,讲一下历史吧,就是说,他前妻跟他一路过来也,其实也不容易啊,就是当时,贝索斯是在那个,呃,华尔街当高管,对吧,当时他想去创业,呃,其实大家都反对,家里人都反对的, 然后,他那个,呃,他的前妻,那个,叫什么,麦肯,麦肯齐,他是他那个,应该是高中,反正就是同学吧,两,或者大学里的同学,对吧,啊,然后,就两个人,哦,这里是说,其实是大学毕业才碰到的,对吧,啊,可能不是同学,反正,呃,也是挺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啊,就是说,而且是一直,他当时想去,呃,创业都是,家里人都反对的,而麦肯齐是理解他,并且支持他, 然后,两个人呢,一起辞,呃,辞了职以后呢,就是从纽约卖了所有的家当去西雅图,啊,当时是压上了所有积蓄,还有借了钱,对吧,跟亲友借了钱,在车库里创业了,当时是,用门板当办公桌,对吧,然后呢,还,用二手家具啊,什么,反正就是钱不多嘛,当时就节省开支嘛,而且那个麦肯齐本来是想做小说家的,然后呢,呃, 他呢,就是,先只能给那个亚马逊当会计,对吧,两个人都非常省的,那么,就是说,他们生了三个孩子,他其实除了工作上帮那个,呃,贝索斯,他其实家里都是自己照,自己挑的,对吧,就是一边跟公司做财务,一边照,生孩子照顾家里, 三个男孩,后来又生养了一个女孩,因为,呃,他们想要女儿嘛,对吧,然后呢,就是说,呃,还,在时间,用业余的时间完成了第一部小说啊,其实也是很不容易,这可以看到他们,往年的合照,对吧,从03年一直到现在,对吧,啊,就这个心路历程,对吧,啊,然后呢,他们在17年的时候还秀恩爱的啊,就是后来可能就有点那个,见行见离了吧,反正就,呃,然后, 这里是这些以前的一些照片,对吧,啊,啊,那么大概这个情况,那么,贝索斯确实到了今年,确实开始,就是,呃,自我放飞了,我们可能,我们做,我们可能更关心亚马逊的股价,对吧,因为将来的走势,对吧,那亚马逊今年,其实股价频频啊,就是到了2000年以后,就是几乎没回去过,回去过一次啊,财报上的财报还行,对吧,那大家想,那个杰伯斯现在,呃,自我放飞,是不是会对亚马,呃,会就不太管公司啊,或者, 公司会不会就不行啊,这个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,先看看吧,亚马逊最近的一些举动吧,就是说,其实比如说他进军了医疗产业,对吧,医疗方面,就跟APIC这块,APIC我觉得基本上,早晚要玩的,这个肯定的,就,因为亚马这种事儿,以前也不是没做过,对吧,他把那个,最近的,比如说他收购了whole food,对吧,对吧,他一点点的吃, 他当年很早的时候,就是我刚录制亚马逊的时候,他买了那个dipers.com,他那个当时操作也很恶心的,他就是,发很多coupon,这种coupon,就是说你可以stack,就是你可以,弄好几种,好几个coupon,叠在一起的,那你一箱dipers买下来,可能都甚至不要钱,一块钱,两块钱那种,啊,真的很便宜,他这个coupon好像出现在一个什么杂志里面, 我有点忘了,当时大家还整天去收集的,然后就非常便宜,就是说你,你当时买那个coupon,就用那个coupon去买的话,就是,便宜的不行了,就是,因为它可以叠在一起嘛,就是说很多人收集这个coupon,啊,是非常便宜,就亚马逊买,卖的那个dipers,后来那个dipers.com就开不下去了嘛,他用这种手段,那亚马逊等于说是,亏本在卖嘛,亏本在卖,把你搞死啊,对吧,因为亚马逊亏得起嘛,后来他就把那个dipers.com给收购了,就是说,啊,呃,后来,但是就收购了, 以后呢,就再也没有这么便宜的dipers了,那个,那个,那个时候的那个便宜的dipers,你再也买不到了,啊,超级便宜,现在你就买不到这种dipers了,反正就,所以就垄断,垄断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吗,有竞争,对消费者来说这个价格可以更便宜,对吧,你没竞争,他一垄断以后,那个,就,就,所以说,为什么美国现在也要查这些垄断公司,说什么亚马逊,啊,谷歌,啊,Facebook垄断,这,这也是有道理的,因为,他垄断了以后,他对消费者不一定是好事,他可以做 过地起价,对吧,呃,但是呢,就是说,呃,这里又说到中美贸易的那个战了,就是说,但是你这种公司,如果说你去给中国打,对吧,如果中国,因为他有国家保护嘛,相当于国家队,对吧,他保护,那个,国内的国企啊,或者国内的企业,那你一个公司去跟一个国家打,你是又是打不过,对吧,所以,美国公司其实到那个,中国那边,其实就是挺,一鼻子回,基本没有一个美国公司在中国那边能够,弄得好的,当然也,你也可以说他是不了解国情,他不知道怎么办, 什么本土化,但是,呃,跟中国政府没有放开,就是,他保护国内公司也是很有关系的,你一个公司怎么去跟一个,呃,政府较量呢,对吧, 这个有点扯,扯开了,我们再拉回来,啊,就是说,呃,这是一个新闻,对吧,然后说亚马逊他又进军了波塔兰,对吧,呃,就是开office,还有在纽约那边也在开,大家也知道他有headcode tool啊,什么的, anyway,这些新闻呢,其实我也想说,就是说,虽然亚马逊今年股价平平,但其实你看那个facebook啊,谷歌,股价也是平平,没怎么这么大的起色啊,今年都,这几个flag好像都,都比较平啊,微软的股票还可以,那,那就是, 其实,呃,Jeff Bezos的话,他每个org啊,底下都有vp在管着,对吧,其实都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,就是现在你可以想,这个公司其实已经非常大了,已经是一个上轨道的公司,非常成熟的一个公司了,就是说,他已经在这个轨道上,就是已经开了很久了,这个,他的那个in shape了,就是说,当然,呃,当然你也,你说Org啊,IBM是不是也像这种公司,是不是他也会走下坡路啊,什么的,呃,目前看,呃,亚马逊其实还行吧,虽然大家对他的招聘啊,对他包裹, 有的时候也有不少的那种,呃,抱怨,对吧,或者是讨论,包括他的pip机制啊,什么的,呃,我个人觉得就是说,呃,即使Basso,即使Basso不管亚马了,呃,其实当时,也会,也会,以前有亚马逊股票的时候,也会担心啊,万一哪天,结果Basso人走了啊,不管是什么方式的走啊,或者身体啊,或者,或者是人老了,或者是,就主动离开了,什么的,呃,亚马股价会不会有,呃,造成那个crash,对吧,但是,我觉得现在就是说, 亚马这个公司,其实不是结果Basso一个人在,立的,当然在明面上,他是,是他在,在立的,对不对,还是听他,他,他的,按照他的想法和主意在drive,呃,但是,他实际上prime呀,他每个business是什么prime呀,aws啊,呃,retail啊,这些fulfillment啊,这些,每个org都有相应的vp,呃, 啊,他这个系的工作,包括这些idea,每个领域都有vp在管着,当然他可能应该也会开始慢慢考虑选,选真正的接班人,候选人的,对吧,因为总有一天他要离开亚马逊的,对吧,那么,我觉得他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在轨道上了,就不至于说对股价有特别,大的影响,就是,特别是,其实他这些手下的vp呢,也是, 就是,就是比较不错的将领,就是,就是,你可以理解成杰伯贝斯是皇帝的话,他底下就是肖有善政的五虎将啊,什么的,对吧,有点像那个刘备当年,就是说,他还是能够继续,呃,往前拓展的,而且他有,这么大的垄断的地位的优势,其实他,他做些事很容易,而且他那个,方向都是做对的,对,那你说,如果杰伯贝斯现在开始放灰自我了,不管公司,或者以后不管公司了,会不会那个,呃,他的方向会 错呢,或者什么,这也不排除就可能,但是我觉得短期内的话,我觉得他,我觉得他选,肩班人或者是选那些,呃,底下的vp,也是已经都选好了,这些人都很smart,啊,就是说,其实,呃,一个好的皇帝,他其实是比较会,呃,他最大的优势,优点就是他能用人,会用人,这点我觉得杰伯贝斯也是做到的,啊,不然他亚马逊不会是像今天这种帝国了,啊,他华尔街出来的,你放心,他这个很精的,啊,所以就刘邦, 刘邦他当年也是,呃,用韩信吧,刘邦,刘邦自己不能带兵打将,呃,带兵打仗,不行,但是韩信能打呀,韩信不是,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吧,对吧,包括那个,呃,就是,那个张良啊,这些,对吧,都是给他,反正,就是, 杰伯贝斯手下应该还是用了,呃,这些,这些vp呢,还是应该相对,相对,呃,相当不错的,所以呢,我个人觉得不用太过度担心,杰伯贝斯这个晚年的那个自我放飞了,让他自我放飞吧, 反正他都到,他都辛辛苦苦这么过来了,一路打拼过来到这个阶段,对吧,你说让他享受一下,对吧,也是很正常的,对不对,啊,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